家长选择传统学校、国际学校或技术学校的时候 很多时候都会考虑到学校的学制、环境和学生的国籍 除此之外,我们都会建议家长可以留意以下三个不同之处 第一个不同之处就是在学校里面的班房的座位 都已经反映到学校的隔壳模式 如果你看看传统学校通常都是排排坐 老师的主动权会比较高 学生的互动会比较少 在国际学校里面因为很喜欢做project 很多时候都是一些小组的学生和学生的互动 在技术学校因为师生比例比较低 他们很多时候都会提倡U-shape的discussion-based learning 就是学生和老师都会一起参与一个讨论式的教学 令到除了互动之外,也有学术性比较高 第二个不同之处就是时间分布 因为在传统学校很多时候都是全日制 上完课之后还要去补课 所以全日的时间很多时候都是在学术方面发展 在国际学校很多时候都会有一些叫半日制 半日的时间是给学生自由活动 出去上一些不同的课外活动的班 在技术学校就是上课和课外活动 都是同一个地方进行 所以是省略了很多的时间 在第三个不同之处就是师生关系 在国际学校因为很多的老师都不是本地的老师 所以他们的流动量会比较高 转换也比较多 但是在传统学校和技术学校里面 很多时候的老师和一间学校的年纸都会比较长 尤其是在技术学校 老师除了认识学生在学术上的发展 都会比较认识他们在生活上 性格上的不同之处